最近封丹亭好像又在举办什么活动了 路边有好多告示牌呢 看起来是叫封丹时装周 我们去服装店逛逛吧 说不定能买到好看的新品 这 真的可以吗 说了是定金里用剩下的 怎么 怕我偷工减料 没有没有 我绝对没有怀疑千枝小姐的意思 不如说 在婚礼上穿千枝屋的婚纱 一直是我的梦想 本来还以为 这次穿不上了呢 那不是千枝吗 今天她居然在店里 有道理 我们待会儿去问问她 我说能做就一定能做 不辜负对顾客的承诺 这就是生意 记得不要让衣服晒到太阳 也不要压折 最好等婚礼当天再拿出来 但 我看你也忍不住吧 我会尽量忍住的 到时候 她肯定惊讶得连嘴都合不上 千枝 你今天居然在店里 真难得呢 瞧你说的 我在自家店里反倒成了稀罕时 今天来想挑点什么 定制服装 还是同装成品 我才不是小孩子呢 哦 这个呀 既然连你们也听说了 那看来 风丹服装协会的宣传效果的确不错 时装周期间 有什么好玩又热闹的活动吗 好玩谈不上 但热闹是肯定的 这可是风丹一年一度的时尚盛会 千枝也会在时装周上 展示自己的作品吗 当然 风丹亭所有的时尚设计师 都会借这个机会 来宣传自己的品牌 运气好的话 当天就能得到大批订单 想当年 千枝这个品牌 也是在风丹时装周亮相后 才一举成名的 诶 但千枝你不是已经够出名了吗 就算不参加这次的时装周 大家也很喜欢你的衣服了吧 话不能这么说 除了衣服款式之外 人们还会关注品牌的理念 和发展方向 如果大家发现 你的品牌纪念连像样的 新衣服都没有 那谁还会来光顾呢 说到底 时尚更多是代表着 一种流行的思潮 人们选你的品牌 更多是选它背后 所代表的理念 诶 时尚真是难懂 总之 我们马上就能在时装周 看到千枝物的新品了对吧 嗯 样式我已经采好了 但用来制作成衣的布料还没到 有什么布料是风单买不到的吗 我有时还是喜欢稻妻植物的触感 用来制作成品也令人安心 哦 我懂了 这就是家乡的感觉 对吧 你可以这么理解 但从稻妻到风单好远啊 牵着你就不怕自己的货 半路被人抢走嘛 这我不担心 为保证万无一失 我用了薄荷屋的指名服务 让最新的过的快递员来送 哦 不好意思 借过 借过一下 哦 牵着姐 你的 你的快递到了 哦 超失了不少 实在是 非常 非常抱歉 你把气履顺了再说话 原来牵着你说的快递员就是起凉凉啊 啊 李星整合派盟 原来你们也在风单啊 好久不见了 哈哈 还是下次吧 超市这么久 也不是悠哉悠哉打牌的时候 我知道这包裹对牵着姐来说还挺重要的 哎 怎么感觉 又是在我出丑的时候被你们看到了 啊 所以到底怎么回事 路上不顺利吗 哎 没 没什么 就是遇到了点 小麻烦而已 盗贼 盗宝团 放屏时 你不是三两下就把他们打趴下了吗 呃 没 没有 其实只是稍微迷了点路 你这尾巴比人城似的毛病还是没改 好吧 其实 是我在刚进风单之后不久 就被一群人来了下来 他们和平时遇到的强盗还不太一样 嘴里嘟囔着 两条尾巴 就是他 薄荷乌什么的 哎 那不就是冲着齐良良你来的吗 嗯 不如说 是冲着千只姐的货来的吧 我的这批布料 嗯 他们说只要留下身上的货物就放我走 不然就把我装进快递箱丢海里 淹得死人的那种海 齐良良你没事吧 没事没事 我好歹也是这妖怪嘛 这些坏蛋都被我交给警备队了 就是人有点多 我费了不少时间 等等 虽然截货这是很正常 但你怎么知道他们是冲着我的货来的 你在封单应该还有其他货要送 是不是还有什么其他事没告诉我 哎 这个 嗯 我想想 这次的服务评价应该给几星才好 哎 千只姐你好狡猾 好吗 我说就是了 其实我多少有些在意他们为什么找上我 就花时间调查了一下 有个坏蛋口风比较松 我没花多少力气就问出了一个名字 他说就是那个人委托他们来接千只屋的货 那人的名字叫什么 千只姐要不还是算了 你看我也没受什么伤 最近又是时装周 还是不要闹出什么事比较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 但要是不去给对方一个教训的话 他下次就还敢 更何况 他居然敢对我的朋友下手 好吧 那人说委托人的名字叫 恶射 恶射 不觉得这名字很耳熟吗 我就是知道 才不敢告诉千只姐的吗 诶 是你们俩都认识的人吗 前阵子就听千只姐抱怨过了 说这位服装设计师 一直在和千只屋对着干 是行业里的竞争对手吗 我可不会称呼这种耍小手段的人为对手 他一直看不惯我的设计 还公开诋毁我的设计理念和衣装用料 我早就警告过他 有本事堂堂正正的出来较量 别搞这些盘外招 这些盘外招 啊 千只姐 你要去哪里 去帮一个人掌掌记性 你一路过来也累了 在我店里休息休息再走吧 啊 千只姐 哦 他走掉了 哎呀 这可怎么办 齐良良是在担心千只吗 千只姐她性子直 生起起来很可怕 我担心在时装周前后 闹出些对她品败不利的新闻 旅行者 派蒙 能请你们跟上去看看吗 我作为薄荷屋的快递员 不太好穿回到这些事里去 嗯 我们会保护好千只的 嗯 其实比起千只姐 我更担心那位 恶射先生的安全 千只姐就拜托你们了 最近可是时装周呀 我老公答应说 要送我一套时装秀上最抢眼的衣服 哟 真不愧是您家那位大商人 就是阔气 不过还真是巧了 我老公也说了一样的话呢 哎呀 但要是我俩都看上了同一件衣服可怎么办 这个问题 就留给两位男士去烦闹 你说对吧 不过还真是我们的事 还真是不愧是我们的事 在工作 夏沃雷警官 你叫我警官的时候准备好事 嗯 你们也在 小沃蕾 我们又签名了呢 嗯 一切正常 偷阴影的福 冲枪队也招到了不少新人 不过就是巡逻的时候 总有人来找我要签名 让我有些困扰 嘿嘿 毕竟你是内部阴影的主角嘛 所以 发生什么事了吗 嗯 跟我走一趟吧 也就从你嘴里 我才能听到这句话了 平时都是我对别人这么说 你来不来 我总得知道你想干什么 我什么时候错过 你什么时候按规章来过 有个家伙 故人抢劫了我的朋友 我现在正要去给他一些教训 这是该拉上特刑队队长的事吗 我都分不清 你是在报案还是在自首 这不是为了让特刑队队长监督我 就是这里了 你们等等 我去和他谈 怎么感觉你们俩关系还挺好的 就像千枝说的 一来二去熟络了 更多还是礼尚往来 千枝他经常遇到麻烦事吗 特刑队也经常遇到麻烦事 而且还是那种难以突破的麻烦 毕竟普通人一看到制服和冲枪 嘴就避得比梅罗彼得堡的大门斗厌实 谁都不想被卷入麻烦事 但那些人到了服装店里 露出的闲话又比风丹瀑布留下的水还多 哦 就像是为了和别人炫耀自己知道的更多对吧 没错 炫耀自己的事 炫耀自己知道的别人的事 这就是虚荣 在时上面前 人们的虚荣更是一发不可收拾 所以 千枝经常能从店里打听到各种各样的消息 去他店里的人 大多也是手握情报与资源的社会名流 我开始明白你说的礼尚往来是什么意思了 嗯 我来这里也是为了保证千枝的安全 那些给千枝带来麻烦的 大多是有钱有势的人 只有极少部分情况 我需要保护对方的安全 不过 这次惹到千枝的是谁 我很少见他那么生气 哦 其实是这样 什么 是恶射那家伙 呃 怎么了嘛 这人已经三番五次给千植物使绊子了 因为手段恶劣 影响不好 听说连直律亭都警告过他 哦 这下完了 呃 什么完了 恶射那家伙完了 你们听我的 站到这边来 和我面对面 哦 好的 可这是为什么呀 因为 这次恐怕就是极少部分情况 你 你干嘛 别过来 知道什么叫愚蠢吗 呃 就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干一件无聊透顶的事 我早就说过 别在我面前用这些下三滥的手段 呃 警官大人 你看看他 这都打人了 警备队管不管啊 当然要管 不过抱歉 我刚才恰好在和这位旅行者聊天 没看到发生了什么 我这就进屋调查现场 搜集证据 只要房间里没什么能指向你其他罪行的东西的话 你应该不会介意吧 这 我 算了算了 我也没那么计较 千知小姐 以后也请不要在风丹街头做出此类具有攻击性的行为 哦 抱歉 这是我从小养成的习惯 看见街上有垃圾 就不自觉想捡起来丢掉 你 二位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我没什么了 并且真心希望这样的事情不会再有下次 这 这事还没完 刚才吓死我了 他怎么就飞出来了呀 多谢夸奖 这不是在夸你 不是说不要有过急举动了吗 我说的是尽量 也的确那么做了 一开始我只是口头警告 没想到他毫不反悔 还说了更多难听和威胁的话 难听到要被丢出来的程度 你可能不信 但确实如此 而且不这么做的话 我看他下次还敢 也可以交给警备队处理 我会的 只不过取证需要时间 他也可以否认自己和那些盗贼做过交易 我不想时装周再出岔子了 而且 我会再加上凉凉今后 也会继续帮我送货 我要保证他的安全 嗯 说到这个 我可能还有一个忙要你帮 真可惜 我今天帮忙的份额已经用完了 是吗 那正好 我要用的是明天的份额 你是不是最近用太多了 我会用同样多的情报来换 就像你之前说的那样 礼尚往来嘛 我们回来了 你们去了好久 应该没 没发生什么吧 没什么 你只要知道 以后风担没人敢再对你的货下手了就行 抱歉 给千知姐添麻烦了 说什么呢 你又没做错什么 错的是那耍小手段的家伙 还有那群见钱眼开的盗贼 下次出城的时候 就该叫上风担特训队来护送你 然后中途交接一下 让刺卫会送你下半程 这样一来 我保证你下次送快递的时候 那些盗宝团都争着抢着要来帮你提包裹 那 千知姐 你还真会开玩笑啊 我没在开玩笑 你知道的 当我说一件事的时候 这件事就已经做完了 你是明天回到期对吧 啊 千知姐 你该不会 我已经和特训队队长打过招呼了 他们明早晨练的路线会变更一下 我待会儿就去和纳维亚也说一声 不要了啦 一群又是拿枪又是戴墨镜的人 中间围着个快递员 这画面也太奇怪了 我又不是要你每次来封单都是这阵仗 这次就当让我安心 也让那些人知道 再敢碰我朋友的话会有什么下场 哦 这说得好 既然连你们也这么说的话 那好吧 那么坏蛋也教训了 布料也拿到了 千知现在应该能顺利参加时装周了吧 嗯 看样子不会出大问题了 我趁这几天多做几套 听说这次来参加的供应商还不少 供应商很重要吗 当然 他们会为服装设计师提供资金 设备 工厂 如果想让自己的品牌出名的话 少不了他们的帮助 这也是为什么此次封单时装周对我来说很重要 我倒是觉得 千知姐的品牌已经很出名了 而且衣服又好看又好穿 我每次都忍不住和顾客炫耀呢 但还是有人没听过千知这个品牌 对吧 嗯 这个嘛 毕竟我去的地方多 其他国家的人没听过也正常 那就是还不够出名 我的目标是让千知这个品牌 风靡整个提瓦特 整个提瓦特 那还真是了不起呢 哇 那我岂不是可以去任何国家的千知物补衣服了 现在每次刮破了都跑来封单 还挺远的 我倒是希望你再小心一点 明明已经帮你缝得够结实了 有时候在树上打盹 稍微不注意就会挂到小树枝 既然这样 那我们也来帮忙吧 时装周有什么我们能做的吗 嗯 有事肯定有 是什么是什么 不如你们明天来我店里当模特吧 说直白点就是当我衣服的衣架子 哦 就是会把衣服拿给我们试穿对吧 嗯 顺带在你们身上调整衣服走针和扩形什么的 听起来是很轻松的工作呢 时装周的衣服更多是用来展示理念 不适合平时穿 喜欢的话可以来光顾千知物的生意 我给你们特别优惠 嘿嘿 我刚好也很好奇服装设计师平时是怎么做衣服的呢 那就这么定了 旅行者来当礼服模特 派蒙来当童装模特 我们明早见 哈 等等 你都说了我不是小孩子 说到衣服 你现在有哪里要补吗 嘿嘿 既然千知姐你都这么问了 其实腰这里 找胖了 是被坏蛋挂铺了啦 千知 我们来了 哦 来得真早 我店都还没开张呢 哎 启良良已经走了吗 嗯 一大早就被特训队护送走了 路上都顺利吗 挺顺利的 护送的队伍可威风了 特训队以护送重要人物的驾驶 把启良良围在当中 稳步行进 资美会后半程也在纳维亚的带领下来了不少人 他们从老远的地方开始就为启良良侵路 保证他走起来 连一块个爪子的石头都没有 听说纳维亚最后还当场做了好多马卡龙送给启良良 也算一种风担伴手礼了 听起来他倒是玩得挺开心 可不是嘛 他说这次时间短 没准备什么豪华的东西 下次还想再送一回呢 千知你和纳维亚有些地方还真像 直来直去 想到什么就会去做 恐怕这也是我俩关系好的原因吧 那位大小姐身上天生有种反抗的精神在 无论面对怎样的逆境都不会低头 我喜欢那股劲 这也是我的品牌理念 当他说想再牵制屋顶制衣服的时候 反倒是我高兴坏了 哦 就像找到了一位合适的品牌代言人一样对吧 没错 顾客除了关注你衣装本身之外 还会关注谁穿了你的衣装 类似于希望自己也成为那类人的感觉吧 我还以为衣服只要好看就行了呢 如果想要这衣服风靡提瓦特的话 就没有那么简单了 不知不觉都聊这么久了 对啊 正是正是 我们可是来做模特的呢 嗯 我去拿屁布和样衣 你们先帮我把店内布置一下 哎 怎么布置啊 就是把成衣按种类和款式进行合理排布 这样能保证顾客每天看到的都是不一样的东西 哦 原来开店也有这么多抢救 那么 这边就交给你们了 总之 就是把款式看起来差不多的衣服 摆在一起就行了吧 把成衣按种类和款式进行合理排布 看你们的了 嗯 摆得不错 你们说不定挺有设计天赋 好了 接下来干正事 你们过来这边 站好 别动 我先量量尺寸 打扰了轻质小姐 哟 这不是立安吗 最近家里还好吗 嗯 都还不错 你的礼服下周就能做好 不用担心错过舞会 还是说 有什么新要求吗 哦 不是的 签致小姐 其实我今天来 是想要取消那件礼服的订单 取消 哦 当然 订金你还是留着 我知道已经用掉的原料 退不回去 这不是我担心的问题 是发生什么事了吗 丽安 计划有变动 嗯 这个 好了 我不是在为难你 订单取消的事我知道了 嗯 实在抱歉 别在意 有什么我能帮忙的 你尽管说 他的样子有些怪怪的呢 也不愿说为什么要退 这没什么 偶尔是会遇到这种情况 家里突发变故 没钱付尾款了 感情突然受挫 对方不请你去舞会了 大多就是这类原因 看他的样子 恐怕不愿和我们说自己的难处 我就不追问了 不过这样的话 千知应该有更多精力 来做时装周的衣服了吧 这倒没错 来吧 我们继续 千知小姐在吗 嗯 什么事 那个 我想退下这套衣服 嗯 这是为什么 这 没有为什么吧 不是说不合适的话 可以随时退换吗 哪里不合适 袖子短了还是颜色深了 我帮你改也行 这就别管了 你帮我退就是了 我没说不能退 但我至少得知道为什么 天知在吗 我这件衣服要配货 怎么又来一个 喂 是提瓦特要爆炸了 还是风单又要沉了 预言说不穿衣服的人 能逃过一劫吗 不可能所有人都挑着今天 来我店里退货吧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卖给我们的都是些什么衣服 这不就是和罪犯和伙开的黑店吗 师尾先生 您先冷静一下 他都在说些什么呀 你们还不知道吗 千知乌和那些罪犯的关系 不清不楚 这都写在报纸上了 是哪家报纸敢这样信口开河 你就说吧 这些布料 是不是从哪家黑心工厂里运来的 我早就发不过声明 证明我的用料没问题 连这种谣言都信的话 我看你还不如相信 不穿衣服能逃过一劫的那个预言 你 埃洛福 千知小姐 去外面帮这些客人处理他们的退货申请 不用问原因 原价退还 好的 处理完后挂上牌子 今天休业 我明白了 千知 这明摆着就是捕风捉影虚构出的谎言 不用去管 过几天这些荒谬的声音自然就会下去 分散我在风担时庄中的经历才是他们的目的 现在最好的对策就是不去管这些破事 专心做衣服 说是这么说了 但我总有些担心 回应质疑最好的方法就是用实力说话 等他们看到我在时庄周推出的新品 自然会打消疑虑 千知小姐 不好了 还让不让人静下心来做衣服了 说吧 又怎么了 是给千知无提供饰品的供应商 他们刚才派人传来口信 说时庄周期间饰品暂停供应 什么 所有饰品吗 包括之前预定的也是 嗯 传信的人是这么说的 那拜托他们找的模特呢 这个 恐怕也 连供应商也受谣言影响了吗 传信的人还在吗 已经回去了 饰品 就是衣服上的胸针和领结什么的吗 不止如此 装饰用的宝石 金丝 绸带 每一样都是为衣服点缀上灵魂的东西 啊 那岂不是 没了这些 就做不出时庄周的衣服了 埃洛福 你留在店里 我亲自去找供应商谈谈 我们还可以做你的担保人 想供应商解释 你的衣服绝对没有问题 好 那就辛苦你们了 嗯 嗯 嗯 我知道千芝小姐 为这四十庄周付出了很多 希望你们的商谈能够顺利吧 你看尽早的报纸了吗 看了呀 哎呦 这也太可怕了吧 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呀 能不能问问您家那位审判官 哎 他哪在乎这种事啊 不过 他也劝我先不要来买衣服了呢 先看看风声 对吧 我家闹也是这么说呢 就是就是 我也不想买了以后 被别人指手画脚呢 话说千芝应该真的只是去谈谈吧 当然 我不会对合作伙伴动手的 更何况是能讲同道理的人 谁呀 维格尔 我是千芝 哦 我们合作那么久了 至少开门让我把话说清 哈哈 你还是那么直来直去 稍微顾及一下社交礼仪嘛 信誓就是为此存在的 社交礼仪从没给我带来过什么好处 能见面说清的事干嘛费那么多钱 哎 你看今天的报纸了吗 反正都是些无聊的猜忌与污蔑 我一眼都不想看 我劝你也少看点 你说的对 我平时也就指定了蒸汽鸟报 其他根本不看 这些谣言是蒸汽鸟报上写的 没有没有 是那些二流的时尚小报上写的 那不就得了 人们没多久就会感到逆反 用得着连时装周的饰品都不给我吗 所以说 这次不太一样 有人买通多家报社 同时刊登了那篇文章 还故意在每家人门口都放了一份 我就是这么读到的 每家一份 也就是说 这是预谋已久的 看来这次 你的对手是出了大价钱来搞垮你 报纸上还附了你的画片呢 什么画片 就是你昨天在街上教训人的话片呀 昨天 难道说 哼 又是恶射那家伙 给 我这里有一张 你们拿去看吧 不 槳枝霧如一只幕后巨手 和这些恶人们之间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钳支这个品牌让罪犯们看到一种希望 那就是法律所禁止的竞争手段 能够在意料的遮蔽下获得成功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也不想妄自评论 但那画片拍的 的确会让人觉得是你的不对 就是明明是他 谢谢你 派萌 但现在说这些也没用 没错 舆论可没有法学位 不得不说 这次你的对手下大功夫了 还把我老爹带过梅洛彼得宝的事都挖了出来 那都多久以前的事了 往日的罪行 就像沾到衣服上的泥一样 在时尚界这群人眼中 永远也洗不掉 他们说来你店里的都是罪犯 说买你衣服的人就和你的品牌一样 喜欢清算和自己有不同意见的人 我都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笑了 这可不是能笑得出来的事 或许的确有罪犯来过你店里 或许没有 又或者他们是买完你衣服之后才犯的罪 但这篇报道虚实浇杂 极具误导性 甚至还找人实名作证 不是过几天就能消停的那种舆论 真的不再考虑一下吗 维格尔 我们可以在风担时装周的会场上 堂堂正正地打败他们 要是我还年轻的话 可能会帮你吧 不过 我现在老了 脑不动了 还要顾及自己的家庭生意 我不是要永远和千知无断绝合作关系 但时装周期间 我不想让自己看店的女儿 被留影机和闪光灯包围 我理解了 听我这个合作伙伴的一句劝吧 千知 这次时装周就算了 明年再参加 弯弯腰 忍一忍就过去了 你怎么忍识你的事 我怎么做是我的事 你有没有想过 就是这脾气 让你到了如今的境地 你有没有想过 就是这脾气 成就了千知乌呢 也对 那我就只能祝你好运了 模特那边 和我一样 他们都不想引火上身 明白了 你多保重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少了饰品 我原本的设计就不成立了 可恶 气死我了 怎么能这么颠倒黑白呢 而且那些罪犯 根本就和千知无没关系吧 完全是千抢附会 舆论从不管对错 他们只在乎声音 听起来响的那一方 哼 失算 恶射那家伙太了解我 昨天那一出 也是他量身定制的陷阱 总之 我们还是先回去 旅行者 派盟 虾落地 你怎么在这里 还不是为了找你们 你们看尽早的时尚类报纸了吗 如果你说的是那篇胡说八道的文章 哼 我们刚看完 是吧 我也被气得够呛 那篇文章的作者 知道蒸汽鸟报 不会刊登这种捕风捉影的东西 就买通了其他所有能买通的报社 我可不想让千知小姐继续背负无名 正准备找人采访 写一篇反驳她的文章呢 我最讨厌搬弄是非的人了 真的吗 太好了 有下落地帮忙 说不定我们在舆论上能搬回一城呢 这都是应该的 我和千知小姐有过交集 知道她绝不是文章中的那种人 我的刘影及温亨廷先生的帽子和领带 就是千知小姐定做的 说到千知小姐 她没和你们在一起吗 我听埃洛福说你们是一起来的 咦 刚才还在呀 可能往那边走了吧 我们追上去看看 依我看 这次千知屋是开不下去了 都瞒着顾客干出这种事 当然开不下去 你别说 我还真去过千知屋买衣服 真的吗 到底怎么样啊 那老板看起来的确挺凶的 你想到可能和醉饭经常打交的 我现在都后怕 哎呀 跟丢了 你们听到路上的那些话了吗 为什么大家会把那些事当真啊 千知小姐平时不喜欢抛头露面 不会主动参加什么采访 大家很少有机会了解她 而且她处理事情的方法 有时的确比较激进 不知道的人很容易就会被误导 那个叫恶射的人也太坏了 我现在都想去把她揍一顿 啊 你们说 千知该不会真去揍她了吧 要真这么做的话 事情会越发往不利于千知小姐的方向发展 我相信千知小姐也懂这个道理 好吧 你说得对 我们还是先回千知屋看看吧 爱洛福 我们回来了 哎 这位是 这位是莱提西亚小姐 她也是来找千知的 哦 你是昨天来拿婚纱的那位 该不会连你也要退货吧 不不不 这怎么可能呢 我是来感谢千知小姐的 甚至 如果可以的话 我也想帮上忙 看来你也读到了那篇文章 嗯 其实 你们可能不知道 我原本都以为自己穿不上这套婚纱了 说什么事了吗 我的未婚夫是位商人 生意马马虎虎也还凑合 她向我求婚之后 就带我来千知屋定制了一套婚纱 可能因为 我老是不自觉地说起千知屋的衣服有多好看 梦想着 能穿上千知小姐定制的婚纱吧 后来呢 后来 她的生意出了些差错 资金突然告急 我们东拼西凑 总算把债还上了 但 却没钱支付婚纱的尾款了 但昨天千知好像说定金的钱够用呀 嗯 我来推订单的那天 千知小姐问我怎么回事 我就都和她说了 她听完后 叫我不要担心 说婚纱一定能做完 钱也够用 一定会让我在婚礼上 穿上千知屋的衣服 那不是挺好吗 我知道千知小姐 她说一件事 那件事就一定会办成 嗯 但昨天我回家之后 实在没忍住 拿出来穿了穿 结果 我卫红夫突然进屋 她当场就愣住了 啊 真是可惜 明明应该是婚礼上的惊喜 但问题不在这里 她经商这么久 看的东西多 立马断定这套婚纱的价格 远比我实际买回来的价格 贵得多 啊 也就是说 嗯 不论是用料 装饰 衣材的版型 还是上面的宝石 千知小姐用的都是最好的品质 哦 兰提西娅小姐 刚才的这些话 你不介意我付上你的名字 你用进文章里吧 啊 啊 如果这能帮上千知小姐 我当然不介意 我觉得一定能帮上 这比那些 无中生有的诬告强太多了 对了 千知她没回来过吗 啊 我还以为 她和你们在一起呢 啊 怎么会这样 埃洛夫 你知道千知她平时 还会去哪里吗 这个 我想起来了 千知小姐以前遇到不顺心的事 都会去移出海边的悬崖上散心 既然这样 不如我们分头行动吧 我继续采访来提西娅小姐 旅行者和派蒙去找千知小姐 好的 我们这就出发 千知小姐不是那种轻易气馁的人 她只是 需要一个地方安静的思考 那么 在你看来 千知小姐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她呀 虽然有时说话不好听 但实际 却在种种细节里照顾着她的顾客 啊 果然在这里 千知 你们怎么知道 啊 是埃洛福吧 别难过千知 我们可以一起想办法 刚才来提西娅还在找你呢 说要谢谢你给她做的婚纱 我没再难过 只是想来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顺便散散心 要来这边坐坐吗 风景很好的 那还真是对不起 平时都只有我一个人坐 好吧 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怎么样 的确是个不错的地方 安静 开阔 没有凡人的报纸和吵闹声 只有美丽的景色 我懂我懂 偶尔从那些烦心室里抽身出来 还是很重要的 小时候 家里管我管得不严 爸妈都开玩笑 说我这性格就是他们惯出来的 我会和其他孩子一起爬树 一起到洞窟里探险 有一次 甚至还擅自翻进神里家的院子里 被人提了出来 哦 真是想象不到 但尽管是这样的我 也会在做针线活的时候安静下来 你知道吗 就是那种 小孩子在纷繁夺目的布料里 发现了另一个世界的感觉 好像多少能够理解 爸妈看到后 就把我送到了 稻妻有名的裁缝师手下学艺 结果 他们全被我气走了 一个不胜 哦 你小时候这么调皮吗 不是调皮的问题 是我做衣服的时候 经常有些奇奇怪怪的想法 和那时的传统观念很不搭 而且 我也不想毕恭毕敬的 去帮那些趾高气昂的大人物做衣服 这么一来二去 就没人愿意收我当土地了 连愿意收我当苦力的裁缝店都没有 怪不得你会离开盗窃 走之前 我气鼓鼓地向那些老师发誓 说总有一天 我品牌的名字会响彻整个提瓦特 的确是了不起的梦想呢 那之后 我就一路来到了丰丹亭 这个人们口中 时尚与艺术的城市 一开始那段时间真的很快乐 尽管只能住很小的一间屋子 但我可以想怎么设计就怎么设计 那时我眼中的时尚也很单纯 只要好看 就会被人推崇 简单的跟见了鬼一样 但现在哪还有简单剩下 只剩鬼了 你说来替西亚吗 穿千枝设计的婚纱是我的梦想 那还是第一次有人对我这么说 没想到 在我追寻自己梦想的时候 不知不觉间 竟成为了能够实现别人梦想的人 好了 散心结束 该考虑解决对策了 哦 完全振作起来了呢 说了 我一开始就没在消沉 我觉得应该先去找找 恶射污蔑我们的证据 还有他故人犯罪的证据 夏落地已经在帮我们 写反击的文章了 到时候可以把这些 一起刊登到蒸汽鸟报上 虽然我不太喜欢打舆论战 不过好吧 既然是那位记者小姐出手 那我也不拦着 我知道恶射服装工厂的地址 可以去那边搜集一些证据 好 到时候我们也一起 至于这次封单时装周 千知你不要太难过 总会有下次的嘛 嗯 你在说什么 我当然是既要找到证据 又要参加这次的时装周 可你不是说 之前的设计全都用不了了吗 关于这点 我的确还没想好解决办法 但 不瞒你们说 每次看到封单的海 就会想起稻妻 想起我对那些老师放下的狠话 想到这些 我就一步都不愿意输 海 千知你说什么 海洋 贝壳 珈瑚 山湖 我想到了 啊 想到什么了 走 我们往海里跳 喂 你等等我们呀 发生什么了 怎么二话不说就跳海呀 派萌 你觉得海里最漂亮的是什么 我可能会选 幽光星星 珍珠 珊湖 还有 哦 我懂了 签芝你是想用这些来做衣服的饰品 对吧 既然知道了 就帮我多踩一些吧 包在我们身上 这些应该就差不多了吧 我可是把最好看的都拿走了 签芝 你看这些够了吗 看起来都挺不错 我自己也踩了不少 应该足够了 好 那我们是不是该回去做衣服了 嗯 不过回去之后 还有别的事要做 这下饰品的原料就有了 接下来 就是根据现有的东西 重新设计几套衣服 重新设计 这 真的来得及吗 不睡觉的话 应该来得及 不睡觉怎么行 总觉得这对话 在哪里发生过 那是谁 一个爱加班的朋友了 不管了 总之不休息是不对的 只是开个玩笑 但不论如何都要赶上 是肯定的 简直让我想起了 第一次参加 风单时装周的事 还有什么其他要做的吗 既然这样的话 那就帮我把店里的衣服 全撕了吧 好 等等 你刚才说什么 你没听错 把店里的成衣都拆了 我第一次参加 时装周的时候 没那么多钱 手边的布料少得可怜 为此 我只能把从到期 带来的随身衣物 全都拆了 大块的用来做缝布 小块的用来做装饰 店里的衣服上 其实也有许多 现成的饰品可供使用 但这些可都是 你辛辛苦苦做出来的 我知道 就算是要亲近所有 我也绝不会向那些人低头认输 我明白了 那 那我们可真拆了 客气什么 我又不会讹你们 平时要是有人这么做 可是会被我丢到下水沟里的 尽管拆吧 就当发现发现 拆得漂亮 这应该就差不多了 千枝 你没事吧 抱歉 我现在才敢来 你 你店里怎么都成这样了 这都是谁干的 那群家伙 不但在报纸上污蔑你 还来你店里捣乱 告诉我名字 四妹会保证让她知道 没衣服穿是什么感觉 那 那我呀 你先冷静 你们在演什么情景喜剧 是我让旅行者拆的衣服 为了回收利用布料和饰品 是 是这样吗 那是我太激动了 刚才的话 你们就当 没听见 没听见 那我呀 生气起来 也挺可怕的嘛 没人比我更讨厌 身边人被冤枉了 更何况 是被故意陷害 你俩关系还真不错 那是当然 千枝屋的衣服这么好看 慈美会现在的礼服 基本都是在这里定做的呢 你倒是把制服也交给我做呀 哎呀 我知道你不喜欢 做这种规规矩矩的衣服 所以才不麻烦你的嘛 先知的情报 帮过我们不少忙 在次梅会眼中 这里比起服装店 更像个情报屋呢 我倒希望 做个正常的服装店 你就说吧 需要次梅会 帮什么忙 方便的话 叫几个心系手巧的人 来帮我做一些 简单的真相活吧 我这两天要开始赶工了 没问题 早安排好了 我就知道你不会放弃 参加这次时装招 什么时候开工 我也来帮你逢 不用 我有其他事需要拜托你 尽管吩咐 另外 旅行者和派蒙 能请你们帮我去给 林尼和林尼特 传个话吗 我也需要他们帮忙 我采访完了 千知小姐回来了吗 诶 这 这店里怎么这样了 这都是谁干的 告诉我名字 我明天就让它登报 居然还能再来一遍 现在这些衣服怎么处理 要大把手吗 先按布料分类 然后再各自按颜色分类 饰品拆下来单独放一遍 听着不难 我也来帮忙 林尼 林尼特 太好了 你们在家 差一点点就不在了 我们刚听说了报纸的事 正打算出门去找千知小姐呢 千知小姐以前帮我们 设计过演出服 还赞助过我们的表演 她遇到困难 我们也想为她出一份力 那真是太巧了 就是千知让我们来找你们的呢 有什么我们能帮上忙的 不要客气 哦 是这样 只做这些就足够了吗 对我和哥哥来说 小菜一碟 听到你们这么说就放心了 接下来应该就差 找到恶射做坏事的证据了吧 千知说这两天先不要打扰她 等衣服做好了再去 两天后就是正式的时装秀了吧 真的来得及吗 千知说她想先在时装秀上比个高下 然后再反击舆论 说这叫 双管齐下 先礼后兵 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吧 明白了 那就相信她的决定 我们回去准备准备 到时候会场上见 嗯 拜托你们了 我们也按照千知交代的 两天之后再去恶射的工厂与她会合 搜寻犯罪证据吧 希望做衣服的过程 一定要顺利呀 你们来了 千知 衣服的制作还顺利吗 呃 你看起来有些累 还剩最后几道工序 已经交给埃洛福了 应该能赶上晚上的时装秀 这时间掐得很危险 你不去没事吗 放心 我哪边都没打算输 况且今晚时装秀 恶射工厂停业 要找证据的话 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虽然是她有错在先 但我们这么闯进去 是不是也算犯罪呀 她的工厂平时也开放参观 今天说的是停业 没说停止参观 我们只是好奇的顾客而已 有什么问题吗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 好了 恶射的工厂就是内建 抓紧时间该行动了 呃 怎么会开在那种地方 营销策略不同 千知乌主打高级定制 它主打便宜多销 可能这里租金便宜吧 好吧 只是看起来阴森森的 我绝对不会去那里买衣服 你说得对 待会儿也多加小心 进来了 真的没人哎 欢迎光临 亲爱的客人们 吓我一跳 这是什么 恶射工厂里引导参观的机械导游 都是自动播放 请客人们跟我来 首先为您展示的 是本店服装款式的更迭与发展 其次为您展示的 是本店最受欢迎的代表衣装 这不是做得不错吗 老老实实做自己生意不就好了 干嘛老东歪脑筋 此处为工厂的服装设计室 请各位自由参观 看起来像工作的地方 我们在这里找找吧 此处为室衣间 可供客人自由使用 诶 室衣间里面好像有东西 门怎么关上了 抓紧了 拍萌 他怎么在动啊 好像停下来了 我们这是被晕到哪了 看样子是工厂更深处的地方 这里有警卫 这里看起来好脏啊 上面的衣服 真的是在这里做出来的吗 你们看那边 好脏的水 我在这里都闻见臭味了 恶蛇这家伙 还敢说我的用料有问题 搞半天 是他自己开了个黑性工厂 我说他做的衣服 怎么摸起来怪怪的 原来是为了削减成本 偷偷在工厂里搞这些小动作 这样做出来的衣服能穿吗 褪色和缩水都是小事了 这不正规的用量 穿多了皮肤都要出问题 好可怕 我们快把这些证据拍下来吧 这样他在审判庭上就无话可说了 我们继续前进吧 这里怎么没路 跟我来 我们往上走 看起来是类似仓库的地方呢 这里也臭哄哄的 怎么回事 进来的路被堵住了 看来他知道我们会来 我记得千知你之前好像说 恶射那家伙很了解你 其实恶射是我最初的合作伙伴 完全看不出来 你们俩关系明明这么差 刚到方丹的时候 我和他都是向往步入时尚舞台的设计师 为了共同的目标 我们合作过一段时间 原本我们都想做出与众不同 突破传统 让所有人都惊叹的服装 但随着别人的一声声否定 投资人的一次次摇头 恶射渐渐失去了信心 终于 在时装周前夕 他断定我们做不出理想中的衣服了 和我分道扬镳 我本着孤注一掷的心情 亲近所有 在最后一天做出了满意的服装 怀着忐忑的心情参加了时装秀 结果就是牵制你一举成名 但恶射却放弃了自己的梦想 转而做起这种亏心的衣服吗 具体怎样我不知道 但我开了牵制屋后 他每年都会给我使绊子 这事是真的 哼 我看他就是嫉妒你的成就 我可一点都不同情他 不管怎么说 还是先想想怎么逃出去吧 要是赶不上时装秀 那就真让他得逞了 啊 那边有几个操作台 去看看有没有什么能动的按钮吧 好像没什么反应 试试下一个 啊 这个也没什么反应 警告 警告 非法入侵 进入驱逐模式 看那边 好像可以通向出口 利用那些机关 来 往上移动吧 哎 终于出来了 哎 怎么感觉那些机械的动作变了 警告 警告 非法入侵 工厂即将关闭 哎 终于离开那个臭哄哄的地方了 我们拿好证据 赶快出去吧 哎 总算回到出口了 啊 真是意外 连下面的房间都困不住你们 恶射 你逃不掉了 我们已经掌握了你工厂的犯罪证据 你又凭什么觉得 我会让证据离开这个工厂呢 又是机械警卫 你有完没完 拿这些钱去干点正事不好吗 这就是我的正事 搞垮千只屋 还是做你的臭衣服 是去证明时尚 仅仅为一场可笑的闹剧 一场无知的狂欢 哼 你被时尚这个概念套住了 恶射 别去迎合它 做自己的东西 去改变它 别在这儿对我说教 你早晚也会有一天 对时尚低头 它说到底 就只是一种舆论而已 它是人们对一种理念的向往 而千只屋的理念 就是绝不低头 当人们看到时尚界推崇的千只屋 一落千丈的时候 他们就会知道 这理念有多可笑 你就为了证明自己这个无聊的念头 才对我的品牌下手 以前的你可不是这样的 那个想做出震撼人心作品的恶射 去哪了 我只是意识到那种不切实际的梦想有多么荒唐 你放弃了自己的梦想 现在又转过头来贬低它 你自以为看清了一切 但你不过是想证明自己放弃的那条路是错的 才能心安理得地过下去罢了 我就直说了吧 你这样子很可悲 可悲的是你 像个傻子一样 做着什么风靡提瓦特的白日梦 我看你连风丹都待不下去了 你说得对 或许所有追逐梦想的人都是傻子 但更可悲的是那些连傻子都不敢做的怒服 你 没错 这里交给我们 不 应该是你们先走才对 可是他还有枪 没事的 你们去会场 告诉大家计划照常进行 这里 必须由我亲自给他一个教训 千真你一定要赶上啊 想走 看在与你合作过的份上 我一直对你手下留情 恶舍 但参观完你的工厂之后 我就不那么想了 还在嘴硬 不管你经历了什么 不管你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用我朋友的话说 我一点都不同情你 就让我来告诉你 千枝这个品牌代表了什么吧 千枝所代表的 不仅是一个人 一个品牌 它更代表一种理念 封单时装中的朋友们 大家好 请欣赏 由千枝屋为您献上的 时尚圣燕 华丽 夺目 不同于任何人 最重要的是 永不认输的反抗精神 这就是 千枝这个品牌 现在 让我们有请 名雷的彩景师 千枝小姐 千枝该不会 世界 灯光 全都来这边 好戏开场 世界会变 时尚会变 但千枝不会变 它不会向任何人低头 不会向任何困难低头 甚至 不会向时代低头 千枝 永远引领 这个时代的时尚 最后 不要忘记了 只有那些 不向梦想道路上的阻挠 认输的人 才配得上千枝 这个品牌 那么 祝所有追逐梦想的朋友 时装周快乐 现在怎么样了 再往左 靠一点 这样 嗯 完美 很合适 千枝小姐 我能拍一张吗 当然 我都不知道千枝姐 你还做了新招牌呢 时装周前就做好了 想着等时装秀成功之后 再挂上去 想要封你提瓦特 没有一个自己的招牌 怎么行 在这一点上 四眉慧可比你领先哦 这么一想的话 我们魔术团队 是不是也该考虑设计一个 哥哥和我的招牌图案 分别是怪笑猫猫猫 和惊奇猫猫盒 还得把配衣加进来 那配衣就是 无效恶恶 听起来 是需要在帽子里 塞两只猫和一只企鹅 哇 好像很暖和 画面好挤 千枝小姐 我拍好了 连带着旅行者 给我的那些证据 文章明天就能登上 争取鸟棒 谢谢你 夏洛蒂 没事没事 将真相带给观众 是一位记者应该做的 以后温亨廷先生的装饰 我全都免费帮你定制 哎 这 真的可以吗 当然 琳妮和林妮特也别客气 以后有什么想要的演出服 随时和我说一声就好 不是演出服也行吗 那就多谢千枝小姐了 哎 我就不要什么好处了 你平时多来穿上门就行 我也不需要什么 只要千枝节以后的跨国快递 继续指明我就行 哦 说到这个 琪亮亮 你什么时候回去 啊 这个 我 嗯 自媒会专门为你准备了一辆车 可以让你坐在里面 我们推着你出风单哟 啊 那也太丢人了吧 那我们有没有什么好处呢 当然有 待会儿 扰乱会场秩序 私自挪用会场灯光 公众场合使用武器 危险演出不报备 啊 吓我了 你听我们说 要是你们看见了我所描述的那些罪人 记得来向我这个特巡队队长汇报 抱罪名开心吗 吓我一跳呢 吓一跳的是我 会场上内出 下次能提前告诉我一声吗 告诉你你就会答应了 不会 但至少能让我不被吓到 我这不是已经补偿你了吗 灰河那处生产有害商品的黑心工坊 我人都帮你捆好放在那里 还不够贴心吗 好吧 不和你装了 今晚我认输 哎呀 什么嘛 既然在这里的大家都是朋友 不如就待会儿一起去吃一顿吧 记在赐梅会的账上 我就免了 还有一堆手续要办 你们玩得开心 对了 千知 我路上遇到维格尔 让我给你带个话 行了行了 肯定就是些道歉什么的 不用劳烦你 我改天上门去嘲笑他 你还挺了解他 这次也谢谢你了 笑我嘞 应该的 另外我再说一句 刚才的时装秀 真是漂亮极了 还有你说 哎 好了好了 要参加庆功宴的 朝这儿看 跟我来吧 旅行者 派萌 能先到风景好的地方 等我一下吗 我去和纳维亚 说我们玩点道 有东西送你们 风景好的地方 哦 是那里对吧 没问题 嗯 我很快就来 久等了 不久不久 有什么药到这里才能送呀 来 给你这个 这是一枚胸针 还是千枝屋的样式 哦 我也有份 暂时只做了这两枚 想来想去 还是决定先送给你们 这次你们帮了我很大的忙 而且几乎一直陪着我 我有时候觉得 就算是为了不辜负你们的相信 我也不能认输 这次更多还是牵制自己的功劳了 这我敢肯定地告诉你 绝对不是 在梦想的道路上走了这么久 我已经感受到了 除了自己的信念与坚持之外 最不可或缺的 就是支持你的朋友 一个人能做到的事情非常有限 这次如果不是你们相助 我可能真的会一败涂地 你也没有那么夸张吧 倒是我很担心 牵制你在时装秀上说的那些 你就不怕之后 没人来买你的衣服吗 或许我的说辞的确有些高傲 但那都是我最真诚的想法 我不会被这个世界牵着走 更别说被任何人牵着走 我有自信 牵制屋的衣服 一定是最好的那一个 好的东西人们自然会追随 嘿嘿 那我就放心了 接下来我们是不是 该去参加庆功宴了呀 嗯 当然 不过在那之前 再让我欣赏一下今晚的夜色吧 我敢肯定 这会是我来封丹之后 所见过最美的一晚 好 i know you cause she's right into you